我們就開始了,我們來看一下上一次那個 能不能放晒一點點? 阿伯,你懂嗎? 他很小是不是? 我這畫面能夠拍得還很還多 我看一下 我怕他有時候會被掉 所以沒 我今天看到那個 我先找一組的,等我一下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 好,這樣子夠不夠大? 可以吳老師 好,哪裡都 可以,好 你們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之前 一直都沒有討論到這個 那個Ni B-Stick這個字 我們都沒有討論這個Ni這個 我們都討論的都是只有B 因為這個Ni比較複雜 我在想大家如果都有一點概念的時候 我們再討論Ni這個字 然後我們今天就進入那個用Ni 再思考整個概念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們今天大概主要是討論這個部分 就是有五個焦點 主事者焦點 受事者 動作工具跟時間 大概就是這五個 那它這個部分 那它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教材 就是第一本 它主要比較偏向的是那個 語法的部分 那我們也盡量不要用那一種 就是比較專 那個就是專業的詞會太多 怕一般人看不懂 我們盡量是用比較多的句子去呈現出那個語法的結構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部分大概就是阿美族裡面最不容易處理的這一塊 可能各位老師可能上語法課可能也比較少聽到 那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變成名詞化 你們知道名詞嗎對不對 你看我們英文裡面有名詞的詞彙 有名詞的片語 有名詞的詞句 也就是不管你的那個詞彙有多長 它都有辦法把它變成名詞 我們阿美族也是有喔 不過應該比較少有人去思考這一塊 好那我們今天就用例子一個一個來解 來理解 好 那我不知道那個現場的組長 那個除了李老師之外 美慧老師是不是今天不在 我在線上 你有在線上 okok 有在線上就好 那我們一樣也是採三組認同的概念 去決定那個我們這個句子 合不ok 好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這個大概是我們這一本教材裡面 語法最複雜的部分 那如果你們各位理解 那更好 因為這個有利於你們教學 好 我們看第一句 好第一句是 好第一句是 你阿拉獨三等 吳老師你這一句會怎麼翻 你阿拉獨的去拿菜 中文叫去拿菜 去拿菜 對去拿菜 你阿拉獨三等 就最簡單的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阿 我們看一下第二句 好 你阿拉獨三等 吳老師你會怎麼翻 去拿菜 去拿菜的人 去拿菜的人 ok好 那個美慧老師你會怎麼翻 一樣 一樣喔 沒有別的答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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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別的答案 拿菜的人 我來 沒關係 我來 我把那個加個字 米利老師你呢 你的翻譯也是一樣嗎 對啊 你阿拉獨三等 就是去拿菜的人 將要去拿菜 好 我現在把他加個 你們看一下這個黃色的 老師你們怎麼翻 我是拿菜的人 我是拿菜的人 是喔 有沒有人有別的翻法 我去拿菜 我去拿菜 我是拿菜的人 我是去拿菜的人 對 我 拿菜的人是嗎 好 我知道你們的 我是 我是來拿菜的 ok 我是拿來 我是拿菜的 米利老師我來拿菜的 我是來拿菜的 ok 好 我看大家的翻譯好像都會 把那個愛翻成那個 的人對不對 對 我是人 對 好 那個我們看第三句 那個加一個 我把他用成綠色的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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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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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第三句 怎麼翻 吳老師 我是來拿菜的 我是來拿菜的 ok 我是拿 我是 我是 ok 好 那個美慧老師跟米利老師呢 差不多一樣 好 好 你們都一樣 好 那你們解釋一下 第二句跟第三句 有什麼不一樣 阿拉愛 都發生了 阿拉愛 都發生了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有或是沒有 我們很少把它那麼注意 我去拿菜 我去拿菜 你阿拉愛都發生了 我來 我來 你阿拉愛都發生了 我是拿菜的人 可以嗎 我是拿菜的人 可以嗎 不是 可是你們只要跟我講 就是說 第二句跟第三句的差別在哪邊 還是沒有差別也可以啊 肯定的句 肯定的句 肯定我是來拿菜的 我米阿拉愛都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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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拿菜的 然後第二句 米阿拉愛都發生了 我是來拿菜的 我也是一樣啊 我是來拿菜的 我是米阿拉愛 是不是 原來是 原來是 原來是名詞 後來變動詞 我米阿拉愛 那個米利老師 你再說一遍 差別在哪邊 米阿拉愛原來是名詞 後來在家裡 我米阿拉愛 加了NY 就變名詞了嗎 是嗎 這樣子就知道 你的意思說 米阿拉愛沒有加O 的時候是動詞 是不是 加了O變名詞 是不是 對 可是有AY 也是變名詞了 好 很難 好 我給你們看一個 等我一下 就是這個 有一點不一樣 看一下 O 通常在什麼的之前 O O 在什麼之前 都是在那個 之前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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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一個 我給你們看一個句子 你們看看一下 我從我們的那個 美慧老师你看第四句 美慧是什么意思? 正在呢? 正在进行试 我正在拿菜 我正在拿菜 对不对 对,忘记了这些钱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个另外一个 O的话呢,又变成了 那个me是正在进行试 在一个O以后呢,变成 我们来看一下 动名词 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句子给你 我看都会变什么? 好了,我直接讲答案比较快 我自己找也找了半点 好,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要编教材嘛 所以你每一个字都要精准的解释 不能太笼统 没有阿美族的句子 我跟各位讲,因为我比较是从语法去学这个阿美语的 它每一个词都可以对应到一个中文字 几乎啦,不能说百分之百 所以你不可以说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 你说这两个差不多 在阿美语的语言里面是不存在的 多一个O跟少一个O,它就是天党之别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第二句就是,我正在拿菜 第二句是,那个米阿拉爱是正在拿 好,我们来看第三句 米阿拉爱是什么? 拿菜的人,拿什么什么的人 所以第三句的翻译是,我是拿菜的人 第二句是,我正在拿菜 这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只是差一个O 那我们现在,没关系,我以为你们知道 我本来中文不是在这里啦 是第三句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句 第三句,多了一个NiGa 你们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吗? 有没有人可以翻译这一句 这到底有什么叫NiGa 这到底有什么叫NiGa 那是你拿菜的 我曾经是拿菜的 我曾经是拿菜的 NiGa NiGa 对 没关系,我们一起研究 因为这个,我们找到规则 我先不要把它用绿啦,这样看不清楚 我们一起思考,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把规则找出来 前面两个,黄的跟蓝的,就是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啦 那我们看这个喔,这个 我给他造一个句子 好 我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一句话你会怎么翻? 好,吴老师整句你会怎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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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清早拿菜的人是好的事情 一大清早起来,一大清早采菜的人 是一件好事 是正确的动作 是好的事情,是正确的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不对,对 爸爸真吗?一大早? 一大早上 早上拿菜是好的 早起的小鸟有饭吃 早起的鸟有这样吃 好,这里啊,这样子比较 吴老师这句话有办法翻成中文吗? 一大早上拿菜的人是聪明的 对,很有才能的人 对,也就是说 老师我问一下 这一句在你们口语上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没有,中间鸟有饭吃,我们是很少用鸟有饭吃 所以我们就很难了解的鸟有 这一句话,我们是聪明的 一大早上拿菜的鸟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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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种话,正常人不会讲这种老口的话 吴老师这句话,如果就你们口语上念正不正确 因为中间那个你鸟有饭,我们就很少用成你鸟有饭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鸟有饭它的意义是 能够一大早上拿菜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吗? 对,老师这句话是这样子翻译吗? 因为我不晓得你搞我的意思在这里是怎么说 因为他妈 因为一大早上拿菜的人是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应该讲说有智慧的人是利用早上去吃菜有智慧的人 你这句话不是多你鸟有吗? 那个不要就 你的鸟有饭不见了 你不是要这样的 鸟有饭? 鸟有饭吗? 没有没有鸟有饭 这个鸟有饭就是一个人 那他就不用你鸟有饭了 就直接过鸟有饭 就是说能够一大早上拿菜的人才是聪明的人 所以吴老师 你这样子翻译你觉得正确吗? 我只能现在这样讲啊 因为我把那个鸟有饭是因为他能够一大早去饮菜 鸟有饭 因为他能够 因为他一大早上能够去拿菜 是一个聪明的人 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是这样说 老师 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整个 鸟的原理 阿美族的有一个词汇叫做鸟 你只要在任何一个词前面加鸟 他就会变成名词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是尼形动词的话 要变成尼比 如果你是妈形动词的话 要变成尼嘎 如果你是欧开头的话 你要用尼嘎呜 如果你是一开头的话 要变成尼嘎一 如果你是鸟开头的话 变成尼嘎鸟 对就是这样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把这个整句话变成一个名词 就是把 我现在把黄色这个框起来 变成一个名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早上采菜的人 这一个人 在早上采菜的 这整句话变成一个名词 在早上采菜的人 这句话 这个名词 是聪明的人 他是把后面这整句话 要变一个词汇的思考 嗯 吴老师我这样解释通吗 就是 后面那一句话 后面那一句话 来确定他是聪明的 是吗 就是整句 整句这个人 然后来证明 这种人才是聪明的人 对对对 是因为他是把后面这整句话 变成一个名词 语 因为只有名词可以放在孤的后面 这个是阿美族语的一个规定 孤后面只能放名词 不管是动名词 什么名词 反正你都把它变成名词 那他的方法就是加 你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比阿拉 你加法娜 或 你 你 你加伊鲁玛 或者是 你加吉加造 你一定要把它变成名词 你才可以放在孤的后面 这个是阿美族语里面最复杂的 这个叫做动名词 名词指句 这个是比较难的 现场有没有能 这是不理解的 我们都是编辑委员 到时候这个版本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审查委员 我问你们说 为什么 后面要这样加 你会把所有的东西变成名词 这个是阿美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你们常常看到 你加你比 你加吉 你加乌 你加伊 都是把它变名词 你放在孤或者是乌的后面 它才可以被使用 你加乌跟英语密书跟你们也这样 OK 后面再等 你加乌 吴老师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啊 现在是说 刚才再讲一次 那个 乌开头就变 你加乌 吉开头 你加乌吉 是吗 那个是一种定 你加乌吉就可以了 那个乌吉 乌可以省略 对 对啊 你加乌吉 对我说你说 欧就是 加欧 吉就是 你加乌吉 什么 或者是 还有第三种叫什么 你加 还有很多 你 你比 你加 如果是动词的话 咪就变成 比 妈就变成 对 你比 你比 你加 凡那 对 还有一个 一嘛 你加一 你加一如骂 对啊 你加一如骂 对 这是在家这件事情 在家就把 一如骂 变成名词 你加一如骂 就变成 对 你老人 你加 你加一如骂 对不起 老师我们这个后面有例子 我们先确定这个屋是正确的 好 这样说明他我们了解了 可以 现场的老师 现场的老师要会 我们都是这个教材的编辑者 如果有人问你 你答不出来 你的名字要从教材里面塞掉 可以 好 我们解决了第一个 这个叫做主事者焦点 主事者焦点主要处理的都是人 把人变成名词 好 我们进入第二个 第二个是那个 受事者焦点 好了 我们受事者焦点等一下 那个因为他跟第一个有点像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这个 动作 回去 好 好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动作焦点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你们造句一直造 没有造很好的那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把规则理解了 因为到时候这个规则会写在教材上面 上面会有你们的名字 对 好 我们一样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拿 这个是去拿菜 没有问题吗 对不对 在拿 好 我想问一下 第二个 那个你们怎么翻译 第二个 去拿菜 去拿菜 动词 比阿拉的动员 有没有人知道第二句的没关系你们就尽量讲 然后 然后 不要让 使动 阿拉的动员 去 去 秘密里去 嗯 比阿拉的动员 灯 不命哦 命令嘛 OK OK 那答 就是没错 这个就是起始句哦 这个就是命令的意思 好 全尼又给上来 好你们看一下 下一句呢 你们怎么翻 说不可以 去拿菜的 不飙了 不打登 拿菜的原因吗 不 原因是那个啦 别的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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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阿拉的动员 嗯 你那个方式 去拿菜 你好 如果是 那一套 那个 老师你们忘记了 哈哈 哈哈 忘记了 嗯 比阿拉就是 拿菜的动作 对哦 对哦 比阿拉 那个 乌啊 乌后面 只能加名词哦 那 动名词 我们把 咪变成 B的话 就会变成 动名词 你们忘记了哦 动名词 就是变成 拿菜这个动作 嗯 对 对 拿菜 哦 拿菜这个动作哦 然后变成 动名词哦 就是你前面加 乌哦 你要 你们要记得这个 乌 上面 语法 那个乌跟 菇的后面 一定要加名词哦 你们看上面这个哦 B前面没有加 乌哦 所以它是起始句 它是动的词 嗯 如果你前面加个 乌的话哦 后面 要加名词哦 所以 后面这个B 这不是命令的语词哦 这个是拿菜的动作哦 拿菜的动作 对对对 拿菜的动作 嗯 嗯 好 我们再把这个加上去 好 你们知道这个原理 就跟刚刚的一模一样哦 对 对 他就是要把 比阿拉底拿 更变成名词 嗯 对 对对对对对 那整句都是名词 对 没有错 真的 好 比如说我说 迷加 加一个乌 因为我们讲的 乌后面这个 全部都会变成什么 一个名词 对不对 嗯 嗯 所以你加个 你加个 就是指 这个 这个整个动作 就变成一个名词化了 所以 比如说 在晚上采菜 是危险的事情 你前面就可以说 是危险的事情 鸽 mika p'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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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是危险的 可以吗 知道了 可以 好 那你们知道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蓝色这个部分 这个我们从那个蔡宗涵的字典 或者是从朱金一的教材 我们如果用到咪型的咪阿拉 咪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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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加个咪 它就变成 这个动作的情况 情况 情形 也就是采采的动作 采采的情形 它本身也是名词 它本身也是名词 但是它的中文翻译要翻成情形 情况 对 也是拿菜的情况 对 拿菜的情形 对 这个的中文翻译就是拿菜的情形 不是 米利老师跟美慧老师OK吗 可以理解吗 有在努力 理解 比如说 喝水的情形 就是读书的情形 好 了解了 老师 老师我讲一个句子 你看你可不可以觉得我讲的正不正确 对不起再一次 你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所以我讲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我再讲一遍 这句话正确吗 学习的状况是什么 用妈妈按 应该也可以 妈妈按 这样子 是什么 妈妈按是怎么样 应该妈妈按是怎么样 妈妈按是什么 在学校学习的状况怎么样 妈妈按 对啊用妈妈按 妈妈按比较好像比较 口语比较适合 妈按是什么 我什么 妈妈按 OK 好 没关系 我们的重点是 因为这样的句子分析 会变成我们的教材里面最难的部分 所以因为我们九月初就要完稿 我先把最糟糕最不好理解的先跟你们讲 因为这个句子会跟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一样 会贴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好 我们再把它跳回这个 寿氏焦点 你慢慢会发现 其实大逢小逸 我们再把这个贴下来 所以阿美族语是 非常精准的语言 这个是真的 所以逻辑上应该阿美语蛮好学的才对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吴老师这个第一句 我们 我没有授词 我第一句补这个 不然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好了 老师你看一下第二句 马阿拉 马阿拉 你凡乃是什么意思 被阿凡乃拿 对不对 这个马阿拉是不是动词 好 我们来看第三句 马阿拉爱 你凡乃怎么翻 被凡乃拿走 被凡乃拿走 被凡乃拿走的 的 凡乃拿走的 开走开走 我们来看 我不爱走啊 来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这怎么翻 这怎么翻 马阿拉爱 马阿拉 马阿拉 这个我拿 这个其实是那个 什么动词句型里面的实态 爱 那个爱不是的 也不是人 他的中文意思正在 菜正在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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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老师你们刚刚翻译的 大部分是这个加乌的 是这个 所以你们一定要分 没有乌的话是动词 有乌的话是名词 就这样分就好了 这样你们就不会乱掉了 有乌的话就是名词 没有乌的话就是动词 对 黄色的要怎么翻 被正在被凡乃拿 那个黄色的要这样翻 那蓝色的要怎么翻呢 拿的 对 被凡乃拿的 什么东西这样 对 被凡乃拿的 什么东西这样子 白素 更在拿 马阿拉爱你凡乃 好我把它加一个句子 你们就知道了 好你看 好你看 我的钱被 我的钱 就是被凡乃拿的那个东西 我的钱就是被他拿的 我的钱是被凡乃拿的 对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简单讲就是有乌 就会有乌乌乌的句型 或者是依孤基工 这个我们都叫名词句型 只要在呜基依孤后面全部都是名词 所以阿美族其实是两种句子而已 一个是动词的 一个是名词的 所以我们一般没有乌的话 你看这个 马阿拉爱你凡乃 没有乌 他一定是动词 有乌的话一定是名词的 一定要分清楚 不然你教的时候 小朋友就说 什么有时候变成人 有时候变成什么什么的 有的时候又变成正在 他光那个爱都搞不清楚 你的中文翻译了 所以有乌的爱 就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很重要 有乌的话 没有乌的话 就是正在的意思 就这样 好 这个也会变成我们的教材之音 这个时态的部分 如果你们对时态不熟 一定要去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态 我们连被动的句子 你看都那么细 我们阿美族的语言 我们之前有比对过 泰鲁格 塞德克 还有排湾 泰雅 阿美族的格位标记 是里面最完整 而且是最精准的 我们不是在自吹自擂 因为是有比对过的 我曾经跟戴文春 他就跟我们阿美族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比对 我们跟排湾族的话真的蛮像的 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格位标记 没有那么的精准 所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会翻的没有那么准 是因为他们的格位标记没有那么的完整 那我们阿美族人很怪啊 我们自己有那么精准的格位标记 可是我们自己人翻的都不是那么精准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阿美族的格位标记 有多么的厉害 你们看哦 我只要把前面改这样子 后面把这个改这样的话 他的中文翻译就不一样了哦 我们你看那个绿色的字哦 就是我改的 他是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吗 这个叫做阿美族的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那一个 古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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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 这个已经不是格位标记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 一个不在现场 一个不在现场 对对对 你们知道那个 他的名词叫什么 这个那个啊 你们以前学的话会怎么称呼这个 古辣 这个就是阿美族的指示代名词 这个那个 那阿美族的指示代名词有多厉害 他有分属格 受格 还有主格 还有零属格哦 他这个就是台湾族没有的地方 我们阿美族跟台湾族的话真的很像 但是他们的指示代名词 没有跟我们的 没有跟格位标记绑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 需要另外加字来解释 所以他们的 通常在解释的话 会变成 有点不精准 那我们的是非常的精准哦 好 我的意思就是要跟各位讲说 我们这个 只要前面有 乌的话 或者是 孤的话 一定都变成名词哦 吴老师这样子解释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大家就知道逻辑了 这个 我们把这个后面整个变成一个名词的话 前面加一个 这个 这个就可以放在 孤的后面 孤什么什么什么 孤 尼加 有马阿拉爱尼盘奈 对啊 有马阿拉爱尼盘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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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名词 对 对 嗯 好 如果我在后面再加这个 孤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是 我们前面 我在前面加 看看对不对 我们一起 我临时想的 如果我 我 我这个 我这个 我翻得正不正确 老师我这样翻译对吗 他都东西的 他都东西的行为 怎么样 不 你 怎么样 可以吗 这样子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你敢有马阿拉爱尼盘奈 什么 马阿拉爱尼盘奈 什么 马阿拉爱尼盘奈 他都东西的行为 不 你敢有 我 你敢有 我 你敢有 我敢有 我敢有 你敢有 你 不合 你 我 我知道意思了 他这个是寿士交点 所以他后面 他那个 不是这样写 应该是名词 好 老师这样子呢 阿奈拉的是他的钱 这样可以 对 是吳老師這樣子翻譯對嗎 被拔奈拿的是他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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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把那個其他兩個壽事焦點也寫進去 對 這好像我們上比一班 對阿 比一阿 就是這樣子阿 你要正確的班阿 就比一班 我們上比一班 對阿 比那個教授講的還清楚阿 教授都講國異我們一天不懂 吳老師 吳老師你看一下我們下面的另外兩句也可以成立嗎 後面兩句阿 mniej 好 他的 這是 我 各位 所以 回到 你好 12 那就是把他要起来 那就是把他要起来 可以吗 吴老师这样子 第二期的生日 时间必点 命来爱的本来 命来爱所拿的 本来所拿的 本来所拿的是他的钱 阿拉恩你把那要准备拿 阿拉恩还没拿 阿拉恩是要拿的即将要拿 阿拉恩还没有拿 把那将要拿的是他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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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有下一个结论 我们要把一整个句子 变成一个名词来思考的话 第一个动作前面加个呜 第二个动作前面加个呜 整句就会变成一个名词 就可以放在呜的后面 吴老师我这样解释 可以不OK 可以OK 这样延续下来 我们就大概了解了 好 那这个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的 我们用那个 处所焦点 休息一下我们要回走 要换衣服 要换衣服 好休息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换戏服 那你帮我把他钻掉 对对对对 吗 是 只想好 危急 嗯 证 של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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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感谢观看 好 出版本 他们 对 那我们 可以进来就 好 好 我们 刚刚说 地点 可是是五马岸 五马岸跟后面不对称 不对称 不对称 不对称我改一下 我们来改这个对称的 吴老师那你这句怎么翻译 一桌在哪里这样就可以了 一桌滚到一桌在哪里 你拿菜的地方 地点在哪里 这样就对了一桌在哪里 吴老师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 我把这个移上去 我想问一下这两句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要分开 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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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你搞五的意思 因为另外在加什么话 所以他就发菜 你搞五 你拿菜 李老师等一下 我为了让你们 不要拆开来思考 我再加一句进去 你再看一下这句有什么差别 第一句在哪里 一句在哪里 一句在阿拉安 斗达登阿菜的地方 这边就讲时间点 在哪里 在哪里 在什么 在时间 那第二个地方在哪里 可是那这样子就跟你都没有关系啦 那就好住啊 好住啊 什么时间 因为时间焦点跟那个一样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表时间 我把你们的打进去 好 都可以 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去采菜 采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们现在把 那个专注力放在那个 这个三个的翻译 有没有人可以翻的 就是说翻到它的意思 或者是说第二句跟第三句 根本不能这样用 这个是地点 什么时候去那个地方拿菜 拿菜的地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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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我们没有将用的高 吴老师你们念第二句跟第三句OK吗 还是觉得没有办法成立 不知道怎么办 你给OBLA和你给EBLA 我不是说要E 你出了就是E字 你给EBLA 你给BLA 你给EBLA 对啊 那个是时间 对啊 如果你猜的话 你给EBLA 在哪里 你给OB一定要留起来吗 聪明大哥你来了 我找出了 很早就到了 很早就到了 终于出生了 吴老师我问一下 如果你是用你指的地图的地点 人家说在哪边 如果你指的是地图 你会用哪一个 三句话的哪一个 地图 如果是地图的话 你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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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是 如果我们不是 我们讲的是地图上面的位置 不是你真正去采菜的位置 你会用第三个吗 你咬E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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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吼 会 所以你看阿美读他还是有办法吞 所以这个 如果是地图的话 可是你看他的 那有一个 会用在你咬EBLA 所以你看阿拉安 他有没有可能说是种类 所以那个你 吴老师你们在讲ne的时候 有没有指定的意思 有啊 有哦 没有指定的地点 你看我们阿美族的话 你云娜 你妈妈 对不对 那个你是不是都有指定的意思 有有指定 非常指定 针对一个地方 你妈你咬照你小妈 你都是指定的 两人以上 所以你只针对一个 所以你咬一 吃辣度 好 那个我再给你们一个概念 如果这个地图上有三个地点 要给对方选择 你会用哪个问句 如果有三个地点要给对方选的话 所以你选择 你咬一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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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选择的话 是不是用 嗯 嗯 对 或是 呃 你咬一搁 要选择心地点的话 是用咬一搁 跟妳的那個 好 我如果把這個改成這個 會不會更適合 把它以主要改成以主要愛 哪一個 愛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吳老師我如果第二個改以主要愛 是不是會有選擇的感覺 有啊 加了AOA以後就有選擇 以主要愛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地方 以主要愛 是哪一個 有選擇的 那個意思在裡面 所以有選擇的話用NiGaU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嗯 NiGaU 以主要愛過NiGaU 別人把它按多大燈 你這樣要 準備要彩彩的地點在哪裡 你要選擇哪裏 做愛 你要選擇哪裡 NiGaU會比較順佛 NiGaU就比較順了 所以老師我如果把剛剛這三個 一個是沒有加任何東西的 一個是加NiGaU 一個是NiGaI 特別用真實的地點或 選擇的地點 還有一個是地圖上面的位置 還有一個是地圖上面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描述它的用法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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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林老師我如果用 後面真實的地點選擇的地點跟地圖的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解釋NiGaU跟NiGaI的差別 可以分 可以分 被分為一個地方 在屁面上 選擇 位 位置 Ni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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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惠老師跟米莉老師或現場的我們的學員那個不是我們的成員喔 主員你們覺得這個三個這樣子區分有沒有什麼問題還是覺得OK 可以喔 可以 可以喔 那個松明大哥你覺得OK嗎 精準啊 你的名字也在裡面喔 蠻精準的 很精準喔 蠻精準的 我跟你講 我雖然不太會講阿美語 可是我在學習阿美族的語法 嚇死人這個跟數學一樣精準 對蠻精準的 非常精準 寫博士論文的 但是我們 我們希望是說 我們的下一代學族語的時候啦 他可以很精準的學會啦 不然呢有時候我們的那種說法太籠統喔 他們 沒有辦法學得很精準 好 這個OK喔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進入下一個 工具焦點 我們這些說法喔 我們這些說法喔 都不是 自己發明的喔 這個都是語言學家講的喔 我們只是借他的概念做延伸而已喔 所以吳老師我們一般用 用借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那個 怎麼講就是我們講的 指定的位置嘛對不對 那是咪 那是咪 叫指定啊 咪或者是雞 或者是雞 什麼什麼案 都有指定的意味嘛對不對 對 對 你 你媽媽愛 你媽都是指定啊 你咪都是指定的嘛 都是指定的 所以我們通常用 你咪 你咪 有的話有某種程度是希望能夠指定一個東西嘛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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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先打個招呼 你咪 那我給我咪 好 一顆招呼 哈哈哈哈 這比較可愛的 哈哈哈哈 想念嗎 他躲在後面 啊 這怎麼不哭他 我們比較稠了 哈哈哈哈 好在的人 好那個 蘇賢有用那個比較 蘇賢有用比較口語的方式做分類 那沒關係那個中文翻譯我們都可以事後去調整 主要是我們對那個概念有精準的認識就好了 好 吳老師我們換下面這一個 這樣我們應該會越來越清楚 吳老師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嘛 三拼啊 那堵三拌 是不是拿 拿菜的工具 對 對不對 吳老師 我們來造個句子 吳老師這個句子成立嗎 你的高告寫錯了啦 寫錯了啦 高告是外交的後面的 高告好 那個阿 拿菜的工具是鐮刀 鐮刀 好 吳老師一樣 一樣的意思齁 這兩句齁 我把它並列在一起齁 你看看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好 採菜的工具是鐮刀 對啊 要看他的 要看他的 用來拿菜的工具是鐮刀 吳老師我們如果回到剛剛的概念齁 我們不是剛剛就已經有一個概念嗎 只要是鐮刀 他是不是有一個選擇性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第一句叫 這句話 他直接拿那個鐮刀 直接去工作了嗎 那鐮刀 鐮刀的話就表示說 他可能有三把工具 他選擇了高告 然後去採野 對不對 對啦 有可能是佛諾莎 有三把 筆刀啊 對對對 沒有錯 可以啊 他是有選擇性的 他選擇 他選擇高到採菜的工具 我們幫助你頭 吳老師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理解正確嗎 來 可以哦 所以我們的畫也是非常的精準 好精準 很精準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媽型動詞 我們一樣直接挑那個 類似的來 媽型的 我們看看 因為這個是 媽型動詞是表原因 他就不是表工具了 我們試試看 是不是有一樣的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 畫面是動的 媽媽的花 沒有酒精嗎 我自己也看花了 我把它縮小 比較可以看得出來 媽媽的花 我看那個畫面 媽媽的花 媽媽的花 好 吳老師你看哦 我們把這個改成這個 這個 這個字 老師你這個翻是不是 在 在公司 或在工作的地點 認真的原因 你是這樣翻嗎 對 認真的 在工作 認真工作的原因 認真工作的原因 對 認真工作的原因 我們來寫一個 照著句子看看 有白樹 好 好 好 你要有錢 你才會有動 你沒有錢 怎麼有動力 謝謝 慢 看清楚 好 我們放大了 我們放大一點 哈哈 我放大一點 對 我放大一點 我放大一點 對 我不理大 老师我没关系,我再加一个人啊,不然很怪 你嘎嘲 你嘎嘲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可以吼 好 嘎嘲在做最大的留意的 老师对工作与所认真的原因是因为有白剂 是因为白剂 可以吼 就是为了 好 什么白剂都是零钱 不可能是比达 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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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剂通常我们都是零钱 白剂 不会是子弟 白剂 白剂在 白剂 吴老师那我现在一样放个对比进去 我把那个 Sakaranuk Ni ga zo i ga tayaran 整句变成一个名词 我加个U 再加一个Ni ga 那这个中文的意思要怎么翻 Sakaranuk 白剂是为了钱而努力工作 为了钱 有选择性嘛对不对 对对对呀 你的目必进去工作 为了钱啊还是为了升迁啊还是谁啊 为了钱为了美金 Ni ga u Ok ok 所以 那个我们用Ni ga u的话 一样是不是有选择性的说法 对对对 你也很指定 是喔 他可能Ga zha 有三种选择 一个是为了钱 一个是为了升迁 一个是为了退休 对不对 对呀 那我们讲说Ni ga u Sakaranuk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原因对不对 对对的意思吗 对对 很模糊 钱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对喔 所以吴老师还有米丽老师还有美慧老师 您这个这个的翻译ok吗 还可以 还可以 OK 好啦 那 我选择要拿那个 那其实喔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找到了规则了啦 钱者又应了 但是有不一定是钱啦 对 诱因之一是钱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喔 各位老师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帮这个找到规则了 所以 我们这一段就要ok了 那谢谢各位老师 试一下我们换装一下 好 再休息 换装 好 换装 赶快上厕所啰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这位帅 都有 还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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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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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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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